大家好,我是入門班的Rona老師 大家好,我是入門班的佳裕老師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坐在這邊呢? 是因為學會上面許多小幫手們 就是提到有許多網友來信詢問我們 就是入門班跟大根老師的初階班 究竟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那我們來請佳裕老師為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入門班課程大概有哪些? 入門班是專門為沒有學習過紫薇斗樹的同學來設立的 那我們會從十四祖星一個星曜一個星曜的 慢慢的解釋給大家認識 還有我們十二個公衛每個公衛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也會一一的來為大家解釋 搭配吉星與殺星之後產生的變化 以及用最科學的方式帶領大家循序漸進的進入 紫薇斗樹的奧妙世界 聽起來非常的生活化耶 根據很好 那可是這樣子啊 我們還是會 同學還是會有一些疑問說 那我們跟大根老師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因為課綱看起來有一些同質性耶 大根老師呢 因為他有很豐富的教學經驗 因此呢 在 我現在 你現在在做直播 我現在 我現在 直播 東西給他賣起來 我在做直播 來 來 大根老師呢 他有很豐富的教學經驗 因此呢 他要在有限的時間之下 把他的技巧傳授給同學知道 了解 那同學在學習上面呢 就會感覺到很焦慮 因為老師在基礎這一方面 帶得非常的快 也聽到了同學的心聲 所以呢 我們為了大家開設一個新的入門班 是針對沒有學習過紫薇董樹的同學 所設立的 因此呢 同學不用再感覺到焦慮了 仙女老師下凡來解答 哇 聽起來很棒耶 那除了這個之外啊 我們其實裡面整合了非常多的問題 例如說 有許多自我學習的朋友 他是在講說 老師啊 早子跟晚子有什麼不一樣 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們在課程裡面 有這樣子的說明嗎 當然 很多同學呢 他可能自己看書 或者是看一些分享的影片 那對於早子跟晚子這一部分呢 常常感覺到疑惑 應該怎麼樣來區分早子跟晚子呢 那古人他過的是12個時程 我們現代人過的是24小時 那怎麼樣區分好呢 這個在課堂上呢 我們都會一一來跟大家做解釋喔 洛拉老師啊 我們在同學呢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常會對一些沒有聽過的名詞 感覺到很陌生很疑惑 譬如說什麼是天乾 什麼是公乾 那你可以為大家來解釋一下嗎 這個我們在課程裡面 也會為大家解說喔 它其實是只是因為 什麼時候運用 什麼時間運用 而產生的化學變化 那我們都會在課堂上面 就是一一跟大家解釋 它是在什麼時候用公乾 什麼時候用天乾喔 同學呢常常還有提到一個問題 會問說老師啊 為什麼我的命盤上面的鹿羊坨呢 跟大根老師影片上面的鹿羊坨 為什麼位置都不一樣呢 這個也是許多人不知道的 其實同一個時間 我們至少有三張盤同時在運作喔 那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看到的 就是自己命盤上面的鹿羊坨 也就是鹿醇、青羊跟陀螺喔 那除了這個之外 大根老師上面影片提到的 其實是不同時間性產生的 那我前面有講說 同一個時間至少有三張命盤 同時在轉動 那這三張命盤 會同時間產生它們所對應的鹿羊坨 也跟我們前面提到的名詞解釋 就是公乾跟天乾有什麼不一樣 它們之間其實是交替影響的喔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產生了特殊的變化 讓我們的命盤變得更有趣更豐富 而不是僵化的喔 那聽完這個影片的同學 是不是有覺得很開心很心動呢 上完入門班的同學 只要兩萬元就能報名大根老師的出階班 是不是非常優惠呢 不要遲疑 手刀報名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好 謝謝 拍照 ��istic 慢 拍照 �登